郭北条链行下定最划工程在家卫正式开工 除了将打造郭北条新的休闲观光景点 当时也包括地址工程 这家地区劳境国 邀车 水立宿 地坑民意代表 以及进行积极进出郭北条工程的 建立委所在分告状 市场整体 市场进度 云南港以后打造地坑形态环境 在最休闲程度公民党役 北港市的高滩留在里面全部把它纳进来 郭北条工程总经委特质交易 76,600万多是台湾第一个国际金标水立工程 政总统参与委员其实在100-800年 立任险中实在关心 二次工程也在133年为车来当港 至今已经有将近半档时间 这次立法委员老建国 会特别邀请到水立宿前来实在进度 这边要特别感谢水立宿的积极的用心的规划 那当然更要感谢蔡总统的大力支持 才可以让这样的经费依序的在到位 那最主要还是苏政文委员在任内 积极的奔走催生 让我们有将近10亿的这样的经费 来改善胡伟镇生活 还有水与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经费 博中博团买到一期的北港铁 环境整理几月一期二期的 科学工程也在进行工程 并以下两个工程 分别总统一百十四年 八月一期十月来完工 在这边特别感谢刘宪国委员 我们很希望这个副卫草的计划 可以成为今天我们水立宿答应大家的 明年八月的话最起码 我们先看到两个店的工程可以完成 一个店就是北港铁家有1.9亿 第二个工程就是这个跨桥 跨桥过来的这个北马家 搭着一个地水 减生活修道的一个好处 这说起来也是我们以前 很新鲜 无关系也好 他们在做清水公园 其实未来我们就类似 有这样的一个公园环境 今天一期二级港町 完工了后最有数损来 亚众占对安庆大牌 亚众占卜分红道进行改善 希望在这些改善 台湘等级追换问题当时 也会打造一处形态 精管人物风景的环境 这个工程涵盖了清浦分红道的设计 让不卫症的淹水能够降低 那我们又会改善安庆郡的原来的郡路 让脏乱的安庆郡 变成一个都市级的 非常优质的水域的实地 后备了一期二级港町 分配将在明年八月十位 完港町六少进行 安庆大牌 一期赛博分红道改善港町 期待整体港町完工业后 可以来打造 台湘地水休憲 观光中央旗者 冲众博多